《文化中文化》 《文化中文化》 照相對我來說 它不單是一個紙面的事情 一生的經歷可以保留 我1934年出生在上海 所以我家的出生是比較清貧的 我們國家是經歷了翻天覆地的一個變化 今年是84歲 假如沒有照片的話 這個歷史的情況就會一漏一旺這樣子 《照片》在中國文化中的文化很強 它是一個禮物 我記得一天 我一天在這個廉棄的工廠 在北京的北京 那裡有這些貸物 我可以看到 35mm的寒液 我開始看著它們 這些人的照片 在大量的大量 大量的量 我回到我的室室 我開始看著它們 而且看到很興奮的照片 很興奮 有很多照片 的女人在電視上 或在廉棚上 或在廉棚上 有很多照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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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沒有想到的 在1988年 我參加一次 北京市的先進的科研院所長的會議 我看到上面的會議的地點 下了一個大的瀑布 我就找到底下的湖泡 這個湖泡裡面 有一塊很大的石頭 我就躺下來了 開會的朋友 一塊給拍下來了 在這裏面上 我看到這裏面上的照片 在這裏面上 我看到這裏面上的照片 我看到這裏面上的照片 它看起來 很像我 這裏面上的照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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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會容易了 比伴很多 多是ί 這 tracing的這裏片 這裏面上的故事 明顯示它 這裏面上的照片 這裏面上有的裏面上的作品 有很多陽光節目 我開始取消自用互 exclusione 媒體,然後在外國外,在展示室。 我叫這個藝術品《北京的銀牌》。 通過這個項目,所有的照片都沒有人知道。 但一天,有人決定要聯絡。 這個照片已經流傳到歐美國家的展出。 我女兒領了她以後,認識了一塊吃的飯。 你好,宋先生,你好,我們又見面了。 很高興。 很高興。 當我可以看到他的臉,和他現在看起來, 我應該說我非常驚訝。 這是一張照片在很多國家。 這張照片就不用跟你說了。 這是我這個吧。 我很感謝宋先生這個發現。 人家從這個照片上可以感到中國人的生活的富裕。 我的照片會受到很多人的欣賞和尊重。 這一點是我這輩子都沒想到的這樣子。 我讓你一段時間遇下無忙。 要記者的是我。